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发表对于中国金融业的评估报告指出有三项潜在风险,图为北京金融大捷。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发表对于中国金融业的评估报告指出有三项潜在风险,对此中国央行回应,IMF的压力测试未能全面反应测试结果。 IMF对中国金融业的评估报告肯定中国金融业的快速发展能促进经济成长并降低贫困率。 但报告也点出中国的扩张性货币和财政政策导致企业及地方政府的债务升高与金融稳定的政策目标相互抵触地方政府隐性担保不良企业而非让其倒闭也不利于金融稳定性。 报告认为中国金融体系风险有三,首先是对于经济成长的追求胜过一切,尤其是在地方政府层级,在经济成长的追求下鼓励信贷扩张。 第二,金融体系快速发展伴随着的复杂性以及不透明性导致当局无法正确判断资产品质。 第三,隐性担保所带来投资借贷上的过度冒险。 华尔街日报报导,中国央行回应,中国金融体系表现出较强的风险抵御能力,不良贷款率被低估的余地不大,并认为根据评估团测试,在极端情景假设下,占参与压力测试银行总资产65%以上的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仍能保持在7%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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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